欢迎来到威尼讲故事 我是主播威尼 我知道你见过 听过很多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属于我的这段经历 你一定没听过 更想不到国外妓女生活与工作在怎样的状态下 我叫严征 原本是南京与花区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的女儿 2009年大学毕业后 考工进了玄武区一家事业单位 如果人生以此发展 属于我的应该是朝九晚五 平凡温馨 虽谈不上富贵 起码不至于沦为妓女 2012年 在闺蜜的窜多下我染上了毒瘾 此后一直沉迷于地下赌场 半年后就负债累累 高利贷的收账小弟们多次追到我家里来讨债 哥哥虽为我偿还了四十多万元的赌债 但在吸滚吸 利滚利下 需要偿还的债务还有三十五万 最恐怖的是这群黑社会分子们竟手握欠条跑到我们单位闹 称我骗走了他们的 血汗钱 闹得我最终身败名裂 2013年8月 当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看到这伙人又拿着横幅从大门进来后 吓得我嫁都没请 落荒而逃 事情已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既让我无法正常工作与生活 也让我父母身心憔悴 如果有谁说为啥不到派出所报案 他的智商绝不会过七十 哪个开赌场的背后没有散 老鼠的猖獗程度从来都取决于猫 我不是没有报过案 事已至此 哀声叹气也没有什么用 与其单位将我除名 莫不如自己辞职 还好听点 背着父母 我将辞职信交给了一关系叫好的同事 托他带给我们局长 自己则一张高铁票润到了广州 之所以润到广州 是因为我在这座城市读的大学 地头教署 在同学的介绍下 我进了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公司做品控 主管黄某某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 头脑灵活 口才开挂 我的到来是放出了黄主管眼中的绿光 工作中 他对我极其照顾 常请我吃宵夜 夸我年轻靓丽 尽管 我知道这些不过是男人们偷薪钱的铺垫而已 却超级喜欢这种感觉 哪个女生不喜欢被舔呢 一个月后 我的黄哥终于喘着粗气 将我压到了身下 久违地充实刺激的 我不时仰起头 渴望撞击来得猛烈一些 再猛烈一些 此后 我成为了他的情人 也从他的嘴里 知道有关澳洲的点点滴滴 深陷2400公里外的太平洋上 竟有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 我用肥瘦的屁股向他诉说着寻找袋鼠的渴望 起料他却挠着头表示 去澳洲并不容易 说投资移民最低需要500万澳元 其中200万澳元需投资于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股权投资基金 令300万澳元投资澳大利亚的创业项目 读书移民本科四年就得60万澳元 2014年11澳元兑换人民币5.13元 偷渡费用高风险也大 见我撅起嘴 老黄又把我搂进怀里 用广普话表示 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可以走打工移民之路了 澳洲每年向中国大陆发放5000个签证名额 在线提交 又要申请 获签者可前来澳洲合法工作一年 到期后还可以续签 我在移民局有朋友 我心花怒放 一翻身骑到了他的身上又开始大起大落 提交的申请地原本是悉尼 谁知签证下来 却成了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 2014年3月 一个木棉花开的时节 我飞到了墨尔本 澳大利亚工资真的高 当时最低保障工资每小时19.85澳元 最低周薪772.60澳元 技能熟练者 时薪一般为26至33澳元 墨尔本的华人非常多 有15万人以上 居住在七大华人区 有钱的同胞多住在墨尔本以东14公里的CBD 又称博士山 或 和子山 此外 Glenn Waverley Glen Waverley等地的华人也很多 中国打工仔在墨尔本干什么的都有 从高到低金融 IT 医护 营养师 采矿 建筑 汽修 护工 超市收银 外卖小哥等等 只要努力干 几年存100W人民币是有可能的 澳洲房子一套减30W 最近网上很火的 小薄荷 称自己在澳洲打工四年 挣了33万澳元 折合人民币163万 一些网友立即对小薄荷 肯定从事的性产业 否则到哪挣这么多钱 不得不说 眼界和认知是贫穷愚昧的根本 小薄荷并没有吹牛 不是每个国家工人的薪水都如印度一般可怜 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里 劳动者除去生活支出 月存1.5万人民币很正常 无论澳大利亚还是美国或加拿大等 劳动者一天的收入都够生活一星期 墨尔本的唐人街 陌生的国度 活力四射且不失优雅的城市 与我心中的澳洲完全吻合 澳大利亚天很蓝 尽管属于资源型国家 却看不到半点阴霾 城乡差距也不大 但由于商业气息淡薄 乡村的空气显然更清新 也更宜居一些 走在乡村公路上一步四望 水波荡漾 处处绿涌 浣熊 袋鼠等动物悠然的漫步其中 花园之洲 名不虚传 墨尔本不仅是维多利亚州首府 澳大利亚联邦以及行政区 也是南澳的第一大城市 金融 IT 精密仪器 农牧业 服务业 仓储物流 海运 旅游等产业发展强劲 初到澳洲时 我一直住在黄哥的朋友家里 他叫林黛辉 是个福建人 在唐人街开了一家餐馆 但我也不是白住 一直用身体做房租 且还在他的餐馆打工 每小时三十二澳元 林黛辉的年龄 几乎可以做我父亲了 正因如此 在床上常常力不从心 这货在我的身上 得到了多少满足我不知道 却点燃了 我体内封印了二十六年的欲望 是与生俱来的骚媚 还是异国胎乡放纵的诱惑 我说不清楚 只是渴望男人的爱抚 甚至在餐厅工作中 见到体格强壮的男顾客 也会浮想联篇 也许是看穿了我的需求 一个周六日 林黛辉把自己的白人朋友 爱德华 切维斯特带到了我房间里 暧昧地称 阿珍啊 爱德华觉得你很棒 想和你深入交流 这里有必要延伸一下资料 澳大利亚每周工作37个小时 星期六和星期日 所有的店铺都打烊 在澳洲人的价值观里 前不是第一位 周末与家人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也很少有加班一说 没有过多的前戏 房间里不同种族的男女 很快一丝不挂 爱德华的身材 没有健身型老外那么强壮 甚至略显消瘦 但丝毫不影响两腿间的硕大 她像对待妓女般 把我按在地板上不断地吭腔出 噗哧 噗哧 的声音 作为乐器的我则将自己抽搐成了瓷兽 使劲地抓他咬他 我的狂也激起了男人更强烈的征服欲 白人男子干脆把一只脚踏在了我脸上 让我含住他的脚趾头运动 是吧 爱德华表示希望下次能带朋友一起玩 第二周时 他真带来了自己的朋友 一名叫伊恩温特的强壮黑人 我们开着车沿着32号公路 一直到了卡尔顿公园 随即人种大交流如火如荼地展开 我的两个洞同时被探索 到澳洲一年后 我还没有存到钱 没存到钱主要原因是我喜欢旅游 一年来 不仅嗨完了本周的十二室图言 企鹅岛 黄金海岸 奥林匹克公园等景点 还打卡了昆士兰 新南威尔市 西澳甚至北领地的一些景点 黄花七千澳元买了一辆二手宝马X1 但在2015年时 家中变故却彻底改变了我的财富观 也教会了我做人 当时 哥哥因交通肇事逃逸罪被警方刑拘 我妈打电话告诉我 她与被害人家属已谈妥 只要能赔偿五十万双方就可以达成谅解 哥哥也会受到从轻处罚 甚至判缓刑 母亲希望我能支持三十万元救哥哥 我和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 否则她也不会把家底都拿出来替我还高利贷 我封了班四处借钱 只借到一点四万澳元 找林黛会想办法 起料这个冷血表示我和她只有肉体与房租的关系 契约外的义务没有 哥哥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虽说借钱这点事上 借是人情 不借是本分 但我却恨死了这个福建老 也从心里意识到 在这个人情淡泊的世界上谁也靠不住 自强才是最大的保险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不就是为了抵御生活中突如其来的风雨或厄运吗 挣钱 挣很多钱 灵魂的声音刺激得我热血沸腾 可我怎么挣很多钱呢 小薄荷班打三份工的体力没有 且仅靠打工挣不了多少钱的 澳洲的工资再高 每年也就存三万澳元罢了 与我的野心极不匹配 我将苦恼告诉了爱德华 他表示可以尝试做一名性工作者 称好的性工作者每小时可以挣280美元甚至更多 澳大利亚是性开放国度 无论在哪个州的法律中妓女都是合法的 属于服务行业一种 还说澳洲的性产业成熟 不仅有 性党 参政 妓院上市 还有专门的卖淫法 Prostitution Act 每年都会有不少亚洲大学生和导游 利用暑假到澳大利亚做兼职 最关键是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各位 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在这个笑评不笑娼的世界上 无论你用哪种方式成功 人们只看光鲜的一面 爱德华给我介绍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酒吧里做钢管舞女郎 酒吧位于墨尔本中心 是一家很有名的寄院型酒吧 里面有来自多国的心爱宝贝 首层围接待厅 表演场 吸烟区和休闲厅 二 三层走我们的工作场所 房间都是白色的 说是钢管舞女郎 可不是你想象中美女蛇般 整天缠绕在钢管上那种 是赤身裸体跳钢管舞 此外 还要按照要求在众目睽睽下进行自卫 心交等表演 这些倒没什么 妓女不就是提供性服务的吗 私处不过是工具而已 只要付钱 付足够的钱 客人就有权利任意使用这件工具 置于群厅 报局 SM等等 常规的操作而已 说句心理话 我不怕接客 我体质超级好 十个二十个客人也能够应付 还曾一次与六个黑人共欢过 当时虽多次失禁 但第二天就恢复了生龙火虎的状态 最怕的是遇到变态狂 这些变态狂对妓女们的摧残 不仅体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 还会威胁到生命 譬如 我曾接过一个碗 窒息游戏 的变态 掐住我的脖子 差点没把我掐死 2016年时 二老板桑昆让我和菲律宾女孩罗斯 埃尔瓦雷斯 波兰女生 Maha Strojek三人一起接待一名矿业公司的高管 这个高管属于泰坦级变态狂 特青睐 使尿游戏 菲律宾的女孩罗斯是一名童妓 当时刚13岁 别有什么惊讶 一直以来菲律宾都盛产童妓 全球色情网站上30%的童妓来自菲律宾 2021年1月 非警方逮捕了一名31岁的女性 该女性在网络上直播自己8岁女儿的色情视频 还将11岁儿子的裸体照发给英国付费用户 该母亲称自己老公在外面干一个月赚32美元 孩子们一个 表演片段 就能卖三四十美元 大富贫贫的男人先让我们三个女生玩女童 接着要求13岁的罗斯躺在地上 让Maha Strojek骑在罗斯脸上 将大便拉进罗斯嘴里 罗斯的脸上很快红满会晤 变态难又让Maha Strojek与罗斯舌吻 直到两人全身沾满会晤 我不顾一切地跑出来 告诉桑坤自己挣不了这个钱 老板阴着脸命令我进去继续完成 任务 我倔强地摇着头 当天就被解雇了 遭酒吧解雇后 我到西澳的汽车旅馆干起了应兆女郎 但在向一名少年提供玩性服务后遭到了警方逮捕 罪名是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商业性服务 且未持正上岗 真是到了血美 我怎知道曾在南澳用的457技术工人证 西澳不予认可呢 此外 老外长的本来就成熟 汽车旅馆是吃快餐的 我不可能要求每名客人出示身份证或驾照吧 旅馆的老板交了一笔不小的保试金才将我保试出来 为了补这个窟窿 我猛干了一周 2016年9月时 在业内人士引荐下 我终于找到了组织 成为美国private公司墨尔本分公司的员工 你或许听说过 阁楼和 playboard等色情公司 实际上 这些公司比起private不过是小无间大屋 private是色情行业的巨头 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91位 前后共拍摄过各类色情影片 色情音乐剧 色情歌剧 色情动画20万部 在世界各地拥有员工7万5千人 签约了1万4千名著名色情演员 并在法国 巴西 英国 香港 意大利 比利时 德国 加拿大 印度 西班牙 泰国 越南 俄罗斯 阿根廷 挪威 瑞典 匈牙利等多国设有分公司 通过各国分公司及三个卫星传媒中扭战的16颗全属美国 NASA 国家联邦宇航局的实时传播卫星 对世界各国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银会直播 同时 通过7万家世界各国色情银会网站和5000家专业搜索引擎提供免费下载 被我国关闭是在2005年 由于不属于著名演员 最初 我每月只能挣1.5万美元 随着作品越来越多 薪水也水涨船高 最重要是安全和权益有了充分保障 公司每周都会对员工进行体检 有专门的心理理疗师负责心理健康 尊重每名从业者 2018年时 由于母亲病重 我回了中国 如今已成家立业 与丈夫相思相守着每一个日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无论能否理解 都请尊重别人的经历 更不要用自己的认知或伦理绑架别人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谁都不义 也都希望向阳而生 但没有散的孩子注定要四处躲雨 适合自己的路 就是最好的路 本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有何感想 欢迎打在评论区 最后别忘了订阅微妮哦 感谢您的观看